为了防止病毒的扩散,今年的圣诞与元旦假期不像往年那样可以在各种公共场合庆贺 但是很多休闲娱乐场所也是被要求关闭,其中之一便是雅加达北部的安族许孟元 将会在12月31号与明年的1月1号关闭 目前那边的情况如何,相关情况我们连线在前方的本台记者李淑珍来了解 苏珍你好,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早上在安族许孟元所了解到的相关的情况 目前是不是已经很热闹了 是的,元凌观众朋友们,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雅加达北部的东区海滩 也就是安族的海滩区域 虽然今天的天气是迎天,但是还能看到一些游客前来安族的海滩 可以看到在我左手的方向有一些游客进行户外活动 比如说散步,体操等等 然后在我右手的方向是可以看到一些游客 他们在进行户外活动 比如说野餐,还有一些游客是正在游泳 据了解他们是在遵守卫生防疫规则下来安族的许孟元 此外呢,昨天我也与安族的公共信息发言人 Dika通电话,她表示为了防止病毒的传播 因此安族是在12月25号,31号以及1月1号这三天关闭 那么今天是12月30号,是安族在2020年最后一天对外开放 然后根据上周末也就是12月26号以及27号的统计 前往安族的游客人数 在这两天,每天的游客人数是达到2万人以内 然后在12月28至29号,游客人数在这两天达到1万人以内 这些数字是在安族的科隆纳的50%以下 所以还是很安全的 除此之外呢,今天是12月30号,是安族的最后一天在2020年最后一天开放 然后Dika还补充说,对于在12月26至30号这四天的游客人数的统计 看来都是很正常 因此安族是没有进行防疫游客增加的相关工作 除此之外呢,安族对卫生防疫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措施 比如说,游客必须提前在安族的网站购票 然后呢,要检测体温,并要遵守卫生防疫规则 尤其是三个M,佩戴口罩,亲洗手还有保持距离 除此之外呢,安族也是正派了一个由雅加大城管 然后警察军队的新冠病毒监督团队 他们是将在安族的园内进行游客是否已经遵守卫生防疫规则 那么对于今天来到安族的游客 他们有何感触呢?我们来听听 这些是我在亚加大北部安族所做的报道 回到袁博士,袁林 好的,谢谢苏贞从安族许牧员给我们发回来的报道